110年度胡锡社造续航工作 日前与红罗村办理信箱制作活动 希望用全新的信箱营造地方特色 积极串联景观带动地方发展 胡锡箱从104年至今这6年来 对于一村一特色与社区营造工作 胡锡箱掌务正洁用行动展现对于家乡发展工作的支持 不断的寻找如何透过工部门的功能 积极创造地方更容易发挥的空间 与电力未来地方能达到永续发展的机会 日前红罗村制作活动 当地村民选择木制信箱 将自己制作的信箱挂在门口 全村196户将挂上这与众不同的特色信箱 《红罗村》在网年除了环境的整理 推動很多輕旅行 今年他們希望 因為紅蘿村以前是一個木工的社區 一個村落 所以很多老一輩的木工記憶都很好 所以他們希望今年可以針對他們紅蘿村 這個木工的一個記憶 來做一個木作的信箱 今年年初他們開始推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有一點點延後 在今天完成 他們做了一個今年設造木工木製信箱的一個成果展 也做好之後 讓這些社區村民們過來領取 然後過來加工 來製作自己一個家裡的一個信箱 110年度各村落各社區的設造工作 皆在各村長 與理事長等鄉親志工幹部的用心下穩定成長 不斷凝聚地方上老中親幼的情感 生化家根 共同為活化家鄉來打拼 記者陳榮譽報導 與市民的建築 在這個國中間中佔已經有六九九九九三個的 今晚張 十二五二十四四五十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三十五五十二十四十五十五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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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五十五十五十六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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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十五十五十五十六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五十五十龍